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527天 策划拖成了一件傻事 元神5月1日的被刺 又是马拉尼 元神效召传出的13%绿素 被说成失了字的开始 元神基尼奇 又被爬毒点 元神新统计 流水超酒杯 元神噁噁骂声 声快停了 尖热的声音不少 这次轮到处理玩家了 我们看到 又于晴在质问 声鹤 心海 莱欧等老角色 为什么越来越难复刻了 9月21日有人通过计算 发现声鹤角色 整整527天没有复刻 如果余加上5.1天数 定将破元神复刻最长间隔纪录 对此披折的玩家很多 尤其是声鹤与X厨 他们吐槽着不满 抨击着官方的意图 但想想 也不能怪玩家如此不满 要知道 元神为了提高业绩 海灯解出了声鹤的皮肤 很多人买了 到现在都没能穿上 因为有一部分人 是在没有有声鹤角色的情况下 提前购买了皮肤 就是想等到声鹤复刻时 美美的穿上 但现在 整整527天 人生又有多少个527天 元神对声鹤一点想复刻的迹象都没 好像完全遗忘了该角色 声鹤族不是没反馈过 而是都快反馈烂了 但是得到的是沉默 或者是近后官方规划 那元神策划对复刻的规划是什么 很明确嘛 那个角色捞尽多 就先复刻那个角色 你看5.1雷神的复刻 上一次丰丹才刚复刻完 才过去多久啊 雷神又进复刻时了 这是规律吗 不是 应该是随心所欲 想复刻那个角色 就复刻那个角色 我们都知道 甚至可以明确一点 无非就是契合的商业目的 使用人气高的复刻角色 给流水较差的心词进行脱底 所以玩家喊愤怒 认为这种规划 迟早破坏辞职的平衡和公平性 要按照处理的表态 不接受任何理由的复刻不规律 毕竟 正常合理的复刻顺序 应该是按照角色发布时间的先后 轮着复刻 而不是是那个角色赚钱就多次 或者先去看那个角色 连最基本的公正公平都不要了 如果时装不行 就出选角色自选卡池 类似混池这类 说到混池 也迟迟没见到第二期 没记错的话 混池的规则是进行过 复刻三次的角色就能录该池 但从第一期的预估流水看 混池的表现估算很不理想 业绩难高 支持雪藏的迹象越发明显 所以 考虑打破流水的压力 只要到期 李悦故意有几个角色没复刻过第三次 那永远或者难出第二期 第三期的混池 这大概是原神队复刻 混池的规划现状 现在话题突然被甩到明面上 还是因为复刻时长又破纪录了 实在令人难崩 社区的场落一番 肯定是避免不了 事态也被放大开来 最后声音就尖锐起来了 但想想这些出皮肤不复刻角色的烧操作 也怪不得我们要去尖锐啊 原神的沉默 一直是被声讨的话题 一些迟来的消息 也让玩家感到愤慨很惊讶 9月20日 社区爆料 5.1版本将修复马拉尼部分 所抵御伤害丢失问题 小两点吧 1.马拉尼冲浪动作 可以免疫衰弱伤害 2.沙沙撕咬部分情况 不再丢失目标 以及避免出乎方向的冲刺 我们看到爆料者也有提醒说辞 别高兴的太早 这些只是我们的实测 不是策划发的公告 还不知道马拉尼修复到何种地步 什么意思 目前没看到大招空大 流星弹道锁定的优化 不管怎么 在习惯了官方人处理的当下 游戏能进行锁笛修复 肯定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也相信 后续肯定会有更多不改 但不是所有声音都在赞许的 有一点也是很明确 不满的人挺多 都是没抽取马拉尼的玩家 9月20日 也就是马拉尼索迪5.1 修复推文披露的当天 社区再次掀起了热门争议 早不修晚不修 为什么偏偏等卡池结束了才修 一方面大家都知道 马拉尼超模 但容易丢伤害 一方面光旺的玩家因为索迪问题 对这个辞职一直不敢下手 以至于选择跳过 现在爆料要进行优化了 看着她的欢喜 自己却是无微杂评 哪能不去宣泄情绪 事实上 对于马拉尼角色突然修复索迪问题 玩家是有一定经意的 我们看到 这一次 称赞和肯定的玩家很多 按照他们的说法 进入那塔版本后 原神项目组确实改了许多 做到了本该做的事情 我们也必须看到 在渔情不断谴责的压力下 原神不想再一次犯龙王bug事件的错误 紧格一个小版本 居然就对马拉尼优化 这在原神的所有态度里都上述罕见 只是 运营应该也有小心思 考虑到其他同行程序员的说法 马拉尼的莎莎四雅的优化 骑士人员努力加个班 达哥布丁也能及时修复 很多人也质疑 是故意拖过卡时时间 为后续的复刻授卡而背书 毕竟 萧公和星海 曾经就是成功的例子 这也是部分玩家 如此份卡的原因之一 当然 原神运营商确实有很多敏感问题 但也在慢慢转变了 爆料出的马拉尼沙莎四雅优化点 就是一个信号 可能是流水的压力 可能是移情节奏的影响 也可能是听到了声音 逐渐迫使原神加快对底层代码的修补 所以 还是那句话 优化与修复 虽是迟缓了点 但绝不是一件坏事 怕就怕没有诚意 一味的冷处理 导致节奏的摩擦加剧 分歧与争讨越欲裂 最后发酵成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当然 有些事情 该说的还是要说 更要不怕声音大 反馈与指责 绝不是无故而起 原神需要反省 反省龙王bug的深刻教训 反省不能不及时回应的节奏 不能安抚玩家情绪的影响 正向优化我们要肯定 但拖延于小心事也要谴责 这是一个冲突又不矛盾的问题 但原神能不能变好 就是看官方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更考验他们的决心和态度 原神统计相关的两件事吧 第一件 海外排名颓势明显 近日 说数据发布了手游出海排名榜状况 从厂商排名到游戏排名 Mai在8月份跌出的前三 米游戏无缘于前二十 属于罕见的大滑坡 因为看七月的对比 Mai出海营收市第一 8月的落差如此大 不然让人猜疑 Mai内部运营是否存在着重大转变 看渔情方面 忠诚的辩护依旧存在 有人说 这是二游市场数量造成的 不能怪游戏的怪市场 甚至认为说要给出的数据 已经不正确 不能单一地从iOS平台统计看数据 因为论据是iOS用户端数量下降 原绝崩在安卓用户激增了 但也有心灾乐祸的 他们说 二游课金抽卡模式 已经不再被主流付费玩家全体所接受 没落是迟早的事 Mai三个拳头产品 都是一模一样的养成付费模式 这个决策非常不理智 加上米游的受众接近饱和 沉默斯运营 爆雷斯必然 海外榜单的几转直下 各有各的看法 第二件事 那维莱特的深渊使用率为13% 不明确的消息 据说出原是米哈游校召宣讲时的透露 大致是这样的原神说法数据 在所有打深渊的玩家中 让维莱特的使用率仅为13% 与玩家的理解有巨大的差异 同时还透露 目前深渊真实出场率最高的 还是神里灵滑 所以不难发现 网络上传出所谓的校召会说时候 起了一定的瘀情 一部分人 认为原神的他方小程序都不可能信了 因为统计之间 存在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容易产生不必要的节奏 必须切割出去 一部分人 认为这可能就是策划犯病的原因之一 因为人直接看到游戏后台的真实数字后 赶在4.7突然向龙王动一刀 是不是觉得龙王机智 强度高 但没什么能用 修一下bug还不是小意思 甚至因为深渊是原神最为核心的玩法 角色使用率往反映了玩家的接受与偏好度 或许这也是那塔角色猛蓝准形象简单粗暴 大范围数值的契机吧 虽然所谓校召会的披露 目前没得到证实 但网络上针对原神的争议还是起了 骂僧果然不歇 虽然原神部分商丹不断吹捧基尼奇角色 如何好如何优越 但玩家已认定 机智体验上的不佳 就是该角色的大毒点 不难发现 许多创作者体验服的视频 几乎不提缺点 那于心的结果 就是秋后算账的声讨 按照节奏的发酵 吐槽的推文和视频已经有热度 逐渐成为泥潭社区抨击话题 他们列举了金尼奇技能设计的缺陷 并总结出了结果 如果不考虑外观帅气程度 这不是一个值得抽取的角色 原因 一句话概括 金尼奇看似需要手法 实际打不出想象中的手法 怎么用怎么不舒服 如果是细节对单和乱跑 打起来很容易乱 很容易是要伤害 因为角色的行动力度很难被控制 确实有些拼面和极端了 但这还没完 9月19日 也就是角色上线三天里 就在观望玩家之间 也爆发出了吐槽 试用了下发现根本不会玩 可能我用手机的原因 很维稳的语态 似乎担忧着什么 环境如此 懂得都懂 但表述出想法没演示 试用体验不佳 可能不会抽取了 不可否认 金尼奇上坡跑图的机制很优秀 一怕的高素质伤害 更是得到认可 但于情中 不可避免的是强烈的反馈在增多 进而讨伐到了官方测试服 和体验服的不作为 如果没记错的话 在上个小版本 也就是5.0上半词子 玩家就给官方吐槽 马拉尼索迪拉跨 甚至闹出个社区置顶的热度 当然 骂的是体验服 无嘴宣发的乱象 毕竟对马拉尼角色反馈时的问题 是指指运营态度的 一侧是测不出毛病呦 体验服创作者不提缺点做缺点 早大骂他骂过 但现在 只以好宣发人贯测 也难怪部分社区 经理验操作体验不行 有读点等问题 能不能传到官方耳里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的是 毫无疑问 这是原神收集反馈工作的重大失误 想一想 之前马拉尼的索迪问题 还有对视频的无嘴 甚至天天有人找克服诉求 策划居然还不知道 舆情愤慨的点 都是夸夸攻略 测试服的一何在 这次的经理验的反馈 攻击还一动被捆绑在一起的糟点 稍微上手就能察觉 这还是在测试服期间 就有人提过的事情 反馈肯定有关 而且不少 不然爆料那边也不会 时不时出来几声哀叹 或者阴阳两句 但原神依然没有理会 体验缺点没及时优化补救 对资格者应该也下达任务 别提缺点 都挂点角色吧 也怪不得我们的声音是尖锐些了 关于原 帮流水在意的问题 小破站那边的视频又起争论 我们看到 一个针对崩铁预估流水的新视频 指出 IC深色Tower数据 给原崩区iOS流水预估整体偏高 论据是iOS用户的数量下降了很多 那现有iOS流水都应该下调 但通过连续抓登录包 发现崩铁绝大部分用户 约8成以上并没有使用iOS的记录 更多的是在安卓端和PC端登录体验游戏 简单的说就是 之前作为基数的iOS端流水被高估了 而安卓PC细数被低估了 需要重新估算数据比例细数 所以得出结论 仅对崩铁 应该对下调对iOS流水的预估 上调其他端的流水的预估 而原神也适用 一句话 现阶段的圆崩预估流水怎么可能低呢 以至于部分玩家则直接高呼 有理 参考的安卓与PC信息数 应该给到3.5到4.0 圆崩的流水 预估的PC端加安卓端的流水 应该是苹果iOS流水的9倍多 怎么说呢 新视频之下 以及Beeba都挺乐意的吧 我们看到 大部分迷友是支持这一说法 难怪觉得之前的数据不对劲 原来是没结合报到10次啊 也有部分网友识是反不意见 认为这就完全打得有点过分 我们不太懂流水的估算系数 但并不妨碍懂行的网友计算 他们说 若按照预估给出的4.0系数高点 iOS11的话 安卓就44 PC就是1加12.5等于12.5 PC加安卓就会是苹果端的16.5倍 而不是9倍的差距了 夸张 夸张的 只能说 在原本环境状况越发直下的当下 闹腾再继续 但魔幻探讨也在发生 早前的二官数据就被定上了不准确 不再是用米油的标签 原因很简单 就是没给原神一个高的预估素质 现在又起狂欢 给新的该流水制度合理 依据性 而且在特定的圈子 还有不小的热度 确实有些魔幻啊 且不说 游戏从未公布过具体的收入情报 但从第三方的总榜排名 也能窥探一些细节 环比原本都显滑落之势 对于原神预估流水走势依旧很高的说法 还是要理性且正式数据的合理性啊 原神的节奏 自去年开始就没有消停过 直至9月中旬 我们查说话题 猛然发现原神的讨论串下降的厉害 热情有迹可循 从流水话题关注减少 社区关注给到他游 泥潭阵地转移 似乎 弹击原神 争议原神的事件 大幅度变少了 没有还在为此高呼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却是网友对原神环境给出歪探的警钟 游戏从去年有Rx不玩这个阶段开始闹 然而米商顶着大节奏 还是成功让水龙和水神在流水上打出漂亮的成绩 加上4.8剧情四行 完全一副不在乎节奏的模样 让原神的节奏彻底沸腾 然而社区闹散到现在 是一地鸡毛 二创减少了 反馈少了 摆烂多了 仿佛大家都累了 懒得说了 如果了解网友热门指数的朋友 一定发现原神现阶段的流水与热度都出现了分化 热意度八榜 流水排名快跌至谷地 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事物的潜伏期很平静 爆发期很热烈 这是一种规律 但从原的衰落来看 舆论表现出的特征完全相反 最为废反迎天 轰轰烈烈的时期反而是潜伏期 可等到分屏浪静 仿佛在坚持一会儿 敌方就不攻之破的时候 暗雷却突然爆发 虽然舆论有延迟 也可能是我们的误判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各种舆论都会是 挤压在玩家心里的刺 可能短时间不信 或是不在意 一旦游戏下次又出了问题 这种怀疑和不信任就会扩大 长此以往各种不满的堆积 最终导致玩家流失 米学长到米黑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之前发生的很多 但也不要低估了未发生者的规模 他们只是潜水 不是不知道上面在刮大风 如果事情不对 他们就会抓走气瓶 去另一个水域上 另一条船诀 名黑神话 让一个东西真正消失于落寞 不是很多人夸赞或者批评 而是没有人再愿意讨论它了 如今的原神 正缓慢走向这条险路